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立刻盯住篮球 同时向篮筐移动 此时 防守方会挡住您 试图阻止您前进 因此 您要绕过它 然后用手臂挡住对方 方便您占据合适的位置 第二 预估篮球掉落的位置 请不要站在篮筐或者篮板的正下方 因为除非投篮命中 否则篮球是不会掉落在这个位置的 理想的位置应该是在篮筐的另一侧 与投篮者相对的位置 根据数据显示 投篮失败后有一半的机会 篮球是掉在篮筐的另一侧的 第三 抢球再进攻 当您抢到篮板球之后 您可以将球高举过头 然后跳起 再次投篮 如果无法投篮 您可以将球传出去 然后再次组织进攻 如果球没有碰到篮板 那么您必须立刻再次投篮 否则容易被判为24秒为例 为了了解详细的信息 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 时间为例 您可以一个人先练习 将球扔向篮板 然后跳起来 接着反弹回来的球再次投篮 请注意 在整个过程中 球要一直被高高地举起 抢篮板球的时候 您的动作一定要积极 甚至会有肢体的冲突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